我们接下来 我们看我们的栏位 其实还有 你看像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针对这个好客户 知道说是哪些客户 可是我们会不会想要 再去继续去观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这边是不是有很多 我们可不可以针对地区 哪一个地区的客户 二客户的影响比较大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去分析 那个这边城市别的二客户 有没有一个地缘性关系 既然城市 城市就可以做地理分析 比如说好客户是在沿海地带比较多 还是在内陆 或者是华东比较多 还是华南比较多二客户 可以吗 好那请问可不可以再去针对二客户 来去观看 观看它是 这边刚刚我们看的是时间 还有产品 那可不可以再去 再去观看一下退货 退货 然后退货 退货的什么 好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这边是有退货的 就是没有退货的 好那我们来看 好客户 这边所扮演的比例好像不是那么高 这张图我们 其实我们计算还有另外一种计算方式 我们这边是不是直接显示值 可是哦它在这个地方这个这个值的计算它还可以改有很多种 例如说只计算次数或者是其他的值或者将值显示百分比 百分比那例如说二客户 二客户在这里所扮演的是11.76% 好不过我觉得数值可能大家比较比较喜欢看了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我刚刚点错了 这个这个值没有任何计算 好你看当我点到二客户的时候 这边零个百万 那好的客户有看到哦 这边是一个百万 这边九个百万 有看到吗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意思就是说 那个二客户啊 他退货 退货里面居然是少的 请问又不是退货造成的 那个利润的损失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去思考一下 既然没有退货 那会不会是那个内鬼通外神 内鬼通外神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五鬼般才什么之类的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就是说 从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例如说那个地理分析 地理分析地区 是不是可以拉进来 去看看这些二客户 是不是有群聚现象 对不对 城市不就是可以做这件事吗 好 因为网路的关系 所以这边地区我就不去做这件事了 好 所以可不可以再继续去 来去把他彼此之间的关系叫出来 应该可以吧 好 我想这一节课就暂时要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希望 我希望如果我请你们来去说明的时候 你也可以像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按照像故事的方式来去交代清楚 这样子的话 我想这个分析 就是挖掘数据可以做好 你接下来应该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请你们自己来去动手看一下那个销售退回 它跟二客户之间的关系就好了 然后把这个犯令组成起来